好 我今天要介绍另外一个灵修的方法 我叫做建立关系 因为其实我们每一次灵修之后 我们都应该去留一想 究竟我们透过今次的读圣经 祈祷或者唱诗歌 我们对神的关系有没有进步了 今天我们和大家看的圣经 就是约拿书第四章一至五节 在这短短的圣经里面 其实是说约拿和神好像斗嘴 第一方面我们看到 约拿是仍然向神发脾气的 可称过是一个天生的 或者是天性的 可能约拿是一个比较脾气不好的人 他见到神再次用他 其实应该很开心 不过来到这里 他仍然不开心 因为事情不是照他所预计来发生 另一方面 当约拿是这样的性格 来到发脾气的时候 神是怎样呢 神是跟他说理的 又或者是这样说 约拿都明白一件事 所以他问回神一样东西 这是涉及理性的 他说 神我一早知道 就算我不去 你也会使那些人悔改 既然我不去 使那些人悔改的时候 为什么你要我去呢 就是为什么 就给他悔改的机会 这个在理性上 是约拿想不通的 所以他在这方面 仍然是很老老神 第三方面 我们就说到是任性 既然约拿清楚 这个原理之后 他怎么来到回应神呢 他说我宁愿死 我死也不去他当中里面 来到传道 约拿很清楚自己的脾气不好 也很清楚这个原理 不过他仍然是死 要死 可见他是非常任性的 约拿就是一个 这么瞎不讲理的人 那神是怎么对他呢 我们发觉神是讲理的 所以神要直接回答他的问题 耶华说 你这样法露合乎你吗 从而神说一句话 我们知道一件事 神是明白约拿的心境 神都容忍他的心境 在当中里面 好像没有任何事件再发生 不过其实 神好像收到约拿这种投诉 以至到 神在背后就开始他的工作 所以未来 下一次我们要看看 神其实在整本的约拿书里面 就有很多个安排 这个安排 其实有些是人所知的 有些是人所不知的 但无论如何都好 让我们看到一个真理 就是神会用了一切方法 教导一个属于他的人